今天的天气据说很冷哈 冬天当然要去羊肉汤的地味寒冷 今天教大家在家也能做出自个羊肉汤 汤选为美香气四溢 大块的羊肉 先个小一点 骨头破开 煮出来更香 羊肉羊骨提前泡出血水和杂质 这一部分关键 再透出血水 清洗干净 洗个烧水 冷水下入羊肉 水开后打去浮沫 飞水后清洗干净 放一起备用 煮羊肉汤只需要白纸和小茴香 这两种香料 不需要鲜鲜鲜鲜骨高汤的科技 香料用纱布包好 洗个烧水 下入飞水后的羊肉 香料包 再开始炖 炖一个小时 羊肉煮好了 捞起来 腌骨头再炖一个小时 羊肉放凉后 切成片 羊肉可以切厚一点 熬好的汤 舀入砂锅里 把羊肉放入羊汤中 加热点 味精 胡椒粉 大葱 姜片 枸杞 大枣 煮开就可以了 来看我蘸的 加香菜 小葱 小米辣 盐 味精 羊肉盐汤 羊肉温而不早 有地域风寒 乱生的功效 不管是羊肉串 还是羊肉汤 都是健康又没有的 鱼还没食 海岚文不乱尾 海岚文不乱尾